叶少爷案的最新进展 我们刚用地检署呢 在今天上午召开了侦察庭 也传讯了被害者家属 道案说明 其中同车友人 陈刚义的父亲 他当庭提出了 申请羁押的要求 但是遭到了检方驳回 检察官的理由是 认为叶少爷 无法自理生活他 无逃亡之余 而这个说法 家属表示无法接受 难道现在过了一个月 他还是无法自理生活吗 然后这个无法自理生活 是永远无其限吗 宝贝儿子被酒驾的叶少爷 害得赔上了性命 被害家属希望检方 能够申请羁押 没想到却被当庭拒绝 你今天造势受伤了 变成不羁押的理由 这是什么意思 那等于是你酒驾撞死人了 你只要不受伤 那就是要羁押咯 高雄地检署28号上午 针对叶少爷酒驾造势案 召开侦察庭 坐在副驾驶座 无辜赔上一命的 陈刚义父亲认为 叶少爷家境富裕 很有可能会弃保潜逃 要求生压 没想到检察官 竟然以法院会驳回 以及医院提出的诊断证明表示 由于叶少爷伤势严重 生活无法自理 需要专人照顾 没有潜逃可能 我对于检察官 连申请都不申请 我非常不敢 那你认为他没有潜逃 你认为他不会潜逃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 禁止出境二十四小的监控 你还要下公文 到东石 到嘉宇东石去海军 去研防他出境 你这些动作是什么意思的 家属就质疑叶少爷的伤势 如果真的如此严重 为何医院会拒收 而检察官也通露 在这个月七号 叶少爷首度出庭应讯时 就看到他自行去上厕所 所以才会以一百万元的 高额保金让他交报 如今却不愿申请羁押 这让家属感觉非常矛盾 为什么当时才提一百万交保 因为他有看到叶冠 自行挤来上厕所 自己上厕所 那你既然可以自己上厕所了 怎么会无法自己生活呢 这起发生在上个月25号的 酒驾肇事案 直接间接造成了 三个人死亡 两个家庭破碎 独留八岁的徐小妹妹 案发已经一个多月了 小妹妹不断地向家人表示 很想念爸爸妈妈 这样的同言同语 让人听了鼻酸 不知叶少爷 有没有体会到 一个孤女的心声 中天新闻 蔡仲勋 张醒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